好 这几天在Instagram上 你有没有参与这一项挑战呢 敢不敢放上 五年前的自己大挑战 是因为市长侯友宜也跟风 脸书PO出了自己五年前的照片 而且还大晒恩爱 她说到现在还是一颗小平头 对太太的承诺靠得住 其实大家都在说 五年前你长什么模样 我也看看五年前 跟现在有什么差异 其实小平头还是小平头 我也没有改变 只不过头发稍微有一点点白 那我记得我留小平头的时候 是我认识我太太没有多久 我太太说说 你当刑警要抓人 不要留长头啊 留长头话不好 我那被歹徒抓了以后也不好 因为留长头话 禁忌离搏斗都会有伤亡 所以后来我就听了太太话 就留一个小平头话 一留留留了41年 所以其实留小平头 就是我的工作 也是一个老婆的好建议吧 那师姐就留个短头话 那你写这五年 可能头发就变一点白吧 我们继续努力吧 市长有提到说 对太太承诺靠得住的部分 就是太太有没有觉得还蛮窩心的 太太认为你短头话 留了41年也不是五年啊 所以这41年应该要靠得住吧 也要学孩子都那么大啦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用一个很平凡的心 温馨大家一起努力 面对生活上各种问题 大家加油 好那政治人物的五年前五年后呢 总统蔡英文在2012年这一篇文章也被翻出来了 当时蔡英文呢面对物价房价高涨 还说你过得好吗 拼选战 那么立委李德维就表示 执政六年的蔡总统 现在呢让人民是连鸡蛋都要买不到了 蔡总统不要只会说得很好听 实际上却带给人民穷与困 也怒通蔡英文要被淘汰 这篇文章是蔡总统2012年1月5号所写的 里面所写的非常的好 我想对照于今天 过去的价格比今天平稳的多 我们现在连一斤鸡蛋都要涨到七八十块 甚至于有钱还买不到 我想比到起人民的痛苦 在2012年马英九总统执政的时候 现在的蔡英文总统完全完胜 当时的马英九总统 现在房价高涨 物价也高涨 我想高雄台南各地的房价的涨幅 真的是吓死人 而我们人民外食的指数也是这么多年来最高的一刻 我想蔡英文总统写的文章非常好 但是他带给人民的穷与困 是数倍于当时的马英九总统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淘汰的人 是蔡英文蔡总统跟民进党 希望蔡总统把他2012年的这个PO文 再PO一次 就是问一下到底这几年来 我们的这个民生的这些物资 我们的甚至这个尿布啊奶粉啊物价啊 甚至是房价 这些到底他的变化是什么 坦白说这五年来我看民众过得并不好 事实上他可能过得比以前更差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所有的政治人物 不要只是在乎自己的外表有没有改变 而是不忘初心到底这五年来 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个改变 如果这些改变是越来越差 真的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必须要检讨